她会好起来的 大妈 你这个护工很称职 我不是护工 我是小河他婆婆 郑医生 你可一定要想办法救救我儿媳妇 大妈 你别着急啊 沈医生结婚了 是 我孙女多一岁多了 我孙女多一岁多了 也不如我尽管了 我孙女多一岁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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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来店主乡 我孙女多一岁多了 他只能喝酒 他人 我孙女多一岁多了 我孙女多一岁多一岁多了 他够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变来就是小小猪 为什么 到哪里 冬阳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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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你去哪儿? 我哥 你哥已经被人家牵骗了 你去找我哥 你别去 你别去 走去叫我东亮的 没有人鬼的杀杀了 胖里说吧 东亮哥 真的是你 漂亮吗 漂亮 我报到的那天 就看见他了 我不敢去想 我真不敢相信 我的东亮哥居然还活着 没想到 暂定一样会见到你 这些年 这是你的那句古话 杀杀杉盗战一起 两个人就要见他了 十二 好 好 你看 我们不是又见面了吗 嗯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么多年没见 一见面你就躺在病床上 东亮哥 谢谢你救了我 没想到总之上 会把你安排到这里来 好 你稍退了啊 啊 好 好 老郑 我还真怕你已经没有活头呢 好 你们聊吧 我还有事情 好吧 好吧 我要去开会了 你留在这里 陪陪沈云生 好了 我先去开会 找时间再聊吧 沈医生 谢谢 沈医生 我觉得 你好像很累 而且有很多不为人知的东西 这对我来说很神秘的 我就是一个普通的 不能再普通的人了 没什么好神秘的 那我问一句 不该问的话 你同郑主任 以前是不是就认识啊 我当然 如果你不愿意讲的话 可以不讲 没什么不能讲的 那我愿闻其想 我们俩 不仅仅是认识的 周医生 这都下班了 在这干什么呀 等你呗 行 太兴奋了 他不想休息 你说他医院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们是不是应该做点什么 这两天发生的事情啊 我也想了很多 尤其是沈医生 沈医生是你们装好姐 你想想 他临危不惧拆炸弹 我是不是应该写手诗 赞美沈医生 你会写诗 那当然了 写诗是我的想象 为你读啊 你是我们的英雄 你的身影 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 我还没念完呢 班长 走啊 罗夫书记还等着呢 罗夫书记 啊 就是罗科长 这次咱们一约 不是抓到特有立的大功吧 罗科长和郑主任的 都升职了 郑主任是副连长 罗科长是党委副书记 哦 好事啊好事 应该幸福吧 走走走 好 来 喝水 谢谢 写的怎么样 特别安心 好啊 在这次跟迪特分子搏斗中 我们医院啊 向上级交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尤其是行师傅和沈医生 都表现得特别英勇 所以我们决定呢 向上级给他们请功 而且呢 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来 里边啊 你可给咱们医院 和咱部门争得大股了吗 要表彰就表彰沈医生吧 我就不用了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再说了 医院的事就是我的事 国家的事更是我的事 这句话 这句话可以加进去 别别 千万别 得行 这是绝物 老夫书记 我就是个干粗活的人 出不得命 看你说的 现在是新社会 人人平等 劳动人民当家作主 不表演公司 不表演谁 对 咱们就是让那些狗特务 看一看咱们工人的力量 可我这个脸还没想通吗 老秦 这大会表彰令公寿奖务 那是好事 你怎么很明完美了 不得合计 没有 我也知道这是好事 以后掌待遇提工资啥的都好说 而且老婆还在跟着沾光 就是啊 只是我觉得 人家沈医生的功劳比我大 应该受到表彰的是沈医生 你们两个都应该 不过这在关键时刻 沈医生真比咱们老爷们强 真是啊 看来哪天我得带着我老婆 去看看沈医生 好啊 你们之间哪 这应该多走走走走 老板 这鱼怎么卖啊 三毛 给我来这块吧 啊对 这块啊 啊对 你不就是去看个定义吗 是不是买这么多东西 英雄和英雄之间 要多走动走动 你是英雄吗 你行行行 我不去了 要去你自己去 来 干嘛 我脑子紧死了 脑子紧死了 你 行行行行 给我吧 你别去了 你回家吧 老板 把那块鱼给我撑了 谢谢你送我的花 我可以自己来 你现在受了伤还是我来了 你现在受了伤还是我来了 我想开始我全新的生活 我听说你丈夫在南方做生意 你们怎么认识的 怎么找都找不到你人 你怎么来了 原来在这儿喂粥呢 介绍一下 这位是 我知道他 是上海来的 是上海来的 拆带女英雄 沈医生是吧 沈医生 这粥好喝吧 对不起 不知道你有伤 这一名是我男朋友 我从来 都没见他熬过莲子粥 今天托你的福 我终于闻到这莲子粥的味儿了 沈医生 我应该谢谢你 好了 出去说吧 干嘛呀 有什么话就在这儿说明白吧 沈医生 行师傅 我 我就是来看看沈医生的 罗伯书记 我正找你呢 怎么了 那个曹黎丽和政府院长 在走廊里吵起来了 来 喝水 你就这样干什么 你意思说我看了不该看的是吧 你 别吵了 别吵了 这为什么呀 罗书记 我好不容易把他盼回来 让他跟我去连续工作 他倒好 这一回来就来医院 干那个审核 熬什么莲子粥 这不管为什么 也不能这样啊 这是在医院 都得注意点个人影响了是不是 我问你 你到底跟我去不去 不去 你 我跟你说过的 你来宁阳不合适 你还是回北京去吧 你别想跟我走 我北京的工作您丢了 你不要这样啊 比我好的人有的是 我不值得你为我做出这么大牺牲 我愿意 我愿意为你牺牲 你知道我爱你离不开你 我是为你才来宁阳的 小曹啊 你 好 你便宜去是吧 我自个儿去 我就想调到你身边来 看你能怎么样 老郑 你太厉害了 有这么爱你的姑娘 你不清楚啊 我怎么不清楚啊 我只看得很清楚 人家是因为喜欢你来到我们这儿 当然 你有点不喜欢他对吧 但是 我觉得你也不能有别的想法 你这话什么意思 那你给审核熬莲子粥什么意思 熬粥就是熬粥啊 能有什么意思 你跟那陈少凯不一样 他满脑子都是那个资产阶级小情调 审核呢 从上海来的 难免跟他有点物以类聚 但你不同 你是共产党员 你得注意个人影响 就为了一碗粥 就为了一碗粥 老夫休息 你 你怎么跟鬼子进村似的 不知一声 吓我一跳 等待你先坐 我问你啊 你是 年初来的宁娘 这为什么五月份才有完美的证明 老夫书记 我跟我老婆的确是今年年初才来到宁阳的 罗夫书记 对了 你看 我这车票还在呢 对了 对了 你看 我们书里的典型 你必须要写清楚 这样才有说服力 要不然人家会怀疑 怀疑 我没有什么可怀疑的 啊不 我不是说怀疑你 我是说呀 你得写得一清二楚 不能有漏洞 知道吧 哦 明白 蔡玉 蔡玉 嗯 快醒醒 快醒醒 你先帮我看看我这材料怎么写呀 你干什么呀 烦死了 你对了点还要气躁吗 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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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 不要耽误我的正事啊 明天我就要交了 蔡玉 阿姨 快起来 快起来 真讨厌你 你说你这不鼓得电台了 又鼓得什么材料啊 你这大半夜三缸的 还让不让你睡觉了啊 你小声点 快过来帮我想想 这个怎么写呀 明天罗叔就要要了 什么呀 四叔叔啊 正什么材料 我上辈子一定欠你 给我看看 局长 我们对零一三三厂和医院 都进行了排查 现在可以断定的是 敌人的目标并不是医院 而是零一三三厂核心车间 这个俞长林只是个小喽啰 她的身份很有待查明 我们在俞长林的房间里边 发现了黄金 并没有发现电台 根据俞长林的出入记录和考证表 咱们可以断定 提供炸弹的是另有机 说下去 说下去 虞长林是带枪到医院的 她的目标很明确 就是为了炸弹 他们攻击的目标 是零一三三厂 她此行的目的 是为了取回炸弹 因为这个炸弹 是被人意外地 从工厂带到医院去的 敌人呢 这是在廷尔走险 狗急跳墙 反倒要了自己的性命 关键是 关键是 是谁提供给俞长林 金条 还有美式炸弹的 关于这个问题 我发现一个重大的疑问 怎么样 好一些吗 好多了 我来介绍一下 这位是公安局的田春江同志 沈和 我是宁阳市公安局的田春江 你好 不用抢 你好 小松吧 慢点 那我还有事 你们先聊 谢谢 沈和同志 我首先代表宁阳市公安局 向你表示感谢 其次呢 我要问你一些问题 可以吗 你之前见过这个炸弹吗 那你怎么知道 从闹表里边掉出来的 是炸弹的吗 我以前看过一个展览 一个揭露国民党特 最新的展览 是中华路那个展览吗 是中山路 这一年 沈和医生 你看过一次就记住了 记忆力超人 以前都张古药方 我可以倒背如流 沈医生 你掺除的是一个美式炸弹 是吗 你当时一点就不害怕吗 奇迹事变的时候 我参加过战币服务队 那个时候我只有十四岁 也算是经历过枪林待遇吧 二嫂 没了 沈医生刚来医院不久 我对她的了解有什么问题 那沈医生在医院当中 跟谁接触的比较多 来往的比较密切呢 要说平时接触多一点的 应该算是陈上凯医生吧 说说陈上凯吧 沈医生一个人医术很不错 从小在国外长大了 很了解 沈医生 你不是那样人吗 六岁的时候 我随父母到了北平 然后一直在北平年书 抗战胜利以后 辗转到了上海 在上海开了一家小镇县 后来呢 后来我在上海认识了我的丈夫 我们在上海结婚了 你丈夫是谁 上海贸有公司业务不经理 上海解放以后去广州进货 就再也没有回来 我们俩失去了联系 这么说 你在上海根本就不认识沈医生了 市长 真的不认识 你希望我讲认识是吧 陈医生 请您注意你的态度 我就这个态度 整个医院那么多医生 谁都不问 为什么偏偏问我 因为你是从上海来的 上海来的就要接受审查 陈医生 我再了解情况 请您配合一下 了解情况 我还以为你们把我当犯人呢 什么时间回的国 家里还有什么亲人 还有个姐姐 这的确是个问题 但是你想的没有 如果他真是潜伏的敌特 那么他们为什么冒着生命的危险 去拆除这个炸弹 根据现场证人的笔录 神河在排弹之后 还奋不顾身地去吃馆特务 顾身面对特务的枪口 这又是为什么 我想过这个问题 不过我们也不能排除 这是敌人用的苦肉计 这件事情 我们务必要保持冷静 不能被表面的假象作弄弊 这给沈医生的情况 一定要尽快搞清楚 我们的原则是 打击敌人 保护同志 是 这首诗歌的名字叫 我要为你歌唱 这歌唱我们沈医生 舍己救人 永排炸弹的事情 实在是太感人了 我要为你歌唱 您听一下吧 您听一下吧 光辉的席致迎风飘 浩迈的歌声多嘹亮 白衣战士临危不惧 满腔热血 不夸张 我念了之后 我都热血被他 不好吗 不是不好 是有点复杂 你说他一个医生 他怎么就能知道 那闹表是炸弹 而且还能顺利的给排除 不总觉得这事吧 那那我一定把师哥贴到 宣传栏上的 谁让你贴的 我进 我进 进 班长 我去修校电路啊 许多 班长 那个表彰的事怎么样了 可能还得再等两天吧 还要正审呢 王秘书说 你那个材料基本差不多了 可能沈医生的要有点麻烦 还是为了沈医生 为什么会拆炸弹那件事啊 兔子急了还咬人呢 要我说呀 那就是瞎猫碰到死耗子 碰对了就对了 碰错就炸了呗 有什么好插的呀 白的黑不了 黑的崴不了 早晚会查清的 也是啊 我说了 妈 我回来了 你毛利索了 活蹦乱跳的 明明 想爸爸没有啊 来 妈妈抱抱 哎呀 吃樱桃呢 是奶奶给的吗 嗯 妈 对不起啊 你啊 你不该瞒着我 不管怎么样 妈妈 家境是我的儿子 我这当妈的 应该知道 嗯 我错了 行了 你过去吧 哎 老郑 公安局那边 对什么的调查 还没结束 现在也没个结果 那你怎么看 事发的时候 我都在现场 他的行为 是不可能把他跟这个特务联系来的 对吧 哎 但你说这一个医生 能那么麻利的把炸弹给拆了 这 我明白你的意思 神河 也有被怀疑的理由 Jr Jahre 晓风 恢复得怎么样了 谢谢 一会儿都保重了 我会的 我知道 你从根基地回来找过我 但是当时你已经牺牲了 你不会得罪过我 好 我的眼睛 我给了如果你 我给了你 我给了你 用我 你来 我来 你来 我看见书上 帮他摆不条了 真好 你还活着 跟我一起复兴成的四位同志 他们都吸收了 只有我一个人 他有一口气 跟我一起复兴成的四位同志 他们都吸收了 不知在医院里躺了多久 不知道在医院里躺了多久 伤好之后 我去跟这里找过你 你一直没有你的消息 我以为永远都见不到你了 我一直把你放在我心里 一直 你不见得到你 能够再见面正好 而且还在一个单位里工作 只是我做梦都没想到的 我很珍惜他 我也是 是 神河总之面对敌人炸弹 临门不去 极致永远 用短短三十秒的时间 凭借果敢和鉴定 用一把剪刀 一把剪刀 剪断了一枚爆破力惊人的炸弹 这一剪子剪得好啊 它剪断了潜伏特务的阴谋 剪碎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狼子野心 更剪出了我们新中国英雄的风态 经过上期决定 授予审核刑立本同志为反特模范称号 大家用热烈掌声欢迎两位英雄上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认识 不见得真的了解 我知道该怎么做 记住 咱们要找到李大监之前 绝对不能帮你一生的 咱们一个人到这儿来了 我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喜欢到这儿来坐一坐 小福 你还是叫我审核吧 我还记得 当年那个卢小福 我永远忘不了 那个卢小福 他很勇敢 面对白色火灯 走上街头 张天抗日标语 冒着生命危险 穿越敌人的封锁线 却根据电队八路军行道 在这里没有人知道这些事情 况且过去不代表现在 我现在就是一个不过通通的医生 可是我觉得 今天的身份 比当年的卢小福更出色 危急时刻奋不顾身 你讽刺我 还没学会 怀疑我 你怎么来到宁阳 你为什么来宁阳 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婆婆在宁阳 小福 小福已经不在了 从1944年 他东亮哥牺牲以后 小福就已经不在了 这些年你在上海做什么 我已经说过了 在上海开了一家小诊所 党组织的联络站 就是一家小诊所 对你东亮哥也不肯说实话 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找你 如果你的心里还有我的话 就请你告诉我实情 如果你还信任我的话 就不要再问了 尼特是不会善罢干修的 把你的注意力放到该放的地方 警察 直接接持络你 医院 警察 我们对审队的调查 没有任何实质型的进展 外调 也没什么收获 爆炸事件以后 内部代码QM的电台 也一下子销声匿迹 聪者听于无声 民者见于无声 要想战胜对手 就要比对手想得更远 看得更深 动得更快 要比对手更聪明 您的意思是 敌人暂时咽起锡锅 那是迫于我们在国庆大殿之前 打击力的 但就像东江的舍一样 一旦他们缓过来 他还是会咬人的 所以我们不能放松警惕 麻痹大义 你们要尽快地 拿出行动方案来 是 老郑 走 到会场看看去 我坚持我的看法 表彰会召开的不是时候 这是个失误 我都说了多少回了 这是振奋人心 鼓舞士气的事 再说马上就国庆了 这是好事 你看大伙的气氛 多好啊 我还是觉得有些操之过急 有些问题还没有搞清楚 而且公安局那边还在审理 你这是贸然行动 这该查的都查了 再说了 这是院里的决定 但是我不同意 你怎么了这是 你这样做会把问题复杂化的 你管你的业务 我管我的岛务 现在你听我的安排 走 你这是急功近利 不合适啊 你说谁呢 我希望你头脑清醒一点 脚踏实地 一步一个脚印 你去不去 还没想好 宋伯 你得看看 这轱轱不转了 好啊 我是说这报纸好啊 你看这 这女医生及时排炸弹 众志工勇敢抓客户 好啊 这事还上报纸了 这事我知道 就是我们家春和的事 那个女医生啊 就是邓大妈的儿媳妇 沈和 你们家那个春和真行 那沈和才行呢 那三下五出二的 就把炸弹给拆翻了 你说啊 这可是个新鲜事 你说医生还会拆炸 炸弹 新鲜事啊 新鲜事啊 局长 这些信都是假释 是投资党的特务 接触和特殊训练 事实同志 我要的是事实 局长 我们现在缺的不就是这个吗 你们想想看 写这些信的人 是写什么人的 局长 我的直觉告诉我 这个人是想置审核于死地的人 嗯 局长 我还有个直觉 说说 我觉得郑一鸣对审核的态度 有点奇怪 这是你的感觉 不是感觉 是直觉 一个侦察员的直觉 医院的舞会几点开始了 还有一个小时 我想去看看 对啊 去做个火力侦察 咱们快去 是 是 沈医生 对你交 好 谢谢 郑副院长 你是会场的最高人 我再等你改变 如果非要我表态 我只能说我还没有想好 医院刚刚召开表彰大会 你们现在采取行动 不合适吧 如果必须是现在 带审核去公安局 你们应该采取一种 相对缓和的做法 我会注意的 这么说 你同意了 检举信是写给公安局的 我只嫌给我们医院 我尊重你们的意见 沈医生 和副书记 哎 这个陈小改 其实 他还是可以 如果他能把神社的毛利 都改掉 就是个不错的京准 嗯 君子和儿不同 有差异才有精彩 哎 唱绵是谈的 没事儿了 这不是好好的吗 嗯 真的没事 戴英雄回来了 奖励你的 挺有心的 那这样一来 你的危险是不是就排除了 没那么乐观 今天在医院的舞会上面 沈河被公安抓走了 什么呀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二姐 你 沈河同志 请你过来 是我们需要再调查一些事情 你也看到了 这是我们办公室 我知道 但是该说的我都已经说过了呀 那就麻烦你 再回答一次我的问题 可以吗 嗯 一鸣 好 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 怎么见得 你心里清楚 还给我装蒜呢 来 坐 好 坐 好 这次我过来是一个人的身份 作为沈河的同乡 孝勇 战友的身份 来为他作证 康日战争胜利以后 你在哪儿 上海 上海 还是该整身份 为了谋生 沈河总之外 我是为了你好 希望你交代你的问题 将对你有利用 我不喜欢交代这个词 我不需要交代 你应该很清楚 不配合调查 或过很严重 天科长 有人说我是特务 不代表我就是特务 你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 不会有任何结果的 那就麻烦你 我希望你们能够相信我说的话 让你听到一句话 我非常熟悉 我争取了你 我能够相信我 我能够相信我 你不信我 千凡今相许 未必有人见 生死无余的爱恋 长朝日天 心与你相伴 爱恋爱恋长朝日天 心与你相伴 千亿共产传 千凡今相许 未必有人见 生死无余的爱恋 你也和我天心与你相伴 千亿共产传 爱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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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艙